大家好我是Cindy 这是我昨天的作画过程的缩时录影 这个影片总共我有分了三段 是三段把它合起来 每一段是40分钟 所以total我作画120分钟 第一段就是我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把这个明度的观念放进去 把这个弧面上面比较受光 跟弧面靠近我们的地方 由冷到暖的这个蓝绿色调把它铺上去 之后然后再用纸巾把定位插出来 然后再上天鹅的暖色跟冷色的配置 就是立体的面 可以看到受光面是比较有带 那个 yellow light到 yellow deep 加一点那个titanium white去把它叠上去 然后另外一面比较没有受光的话 就是块状的这个 块状的edge 然后有这个 我用了ultra marine加白加alysery 那有一点点灰灰的地方 就是把它加了一点土 就让它彩度没有那么高 那原先的照片是幾乎是黑白的 因为这张照片它的光的方向本身就是一个逆光 所以实际上的照片是几乎是黑白的 所以我是用了这个色温还有这个明度 最主要色温跟明度这两个观念 就可以把这个色彩给还原 那我唯一有加记加入的就是说这个笔触 想要再让它们有更丰富的颜色的变化 那但是呢我画完之后发现说 笔触会不会有一点太琐碎 我也一方面又希望说它是比较利落的 可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的手感还要再多多的训练吧 嗯 所以 但是我觉得这个整体的氛围 嗯 我是觉得还 算是有达到我想要的 至少比照片 相较于照片是有改善很多 那再来就是 接下来以后未来要改善的空间 就是我的笔触要再利落一些 如果大家对我的作画有些什么疑问啊 或者是想要了解的 欢迎在我的YouTube留言 也希望大家给我一些建议让我可以感进 然后 嗯 如果你有兴趣的 有兴趣的朋友呢 欢迎来订阅我的视频 我会持续的上传我的作画过程 跟大家分享 谢谢